您怎么走入影视圈的呀 因为大力老师其实走入影视圈 也不容易 我是从企团出来之后 就到了北京市团室委下属的企业 北京青年实业集团公司 这等于是下海了 也不是下海 当时有一个就是618厂团委书记 他给我就是说你不成就上团室委来吧 说我们这正好搞企业 这样的话到了青年实业集团公司 下属的北京青年旅行社 赶过导游 然后就是带团 在带团过程当中 我的讲解被 北京有一新华汽车公司司机 了解到我的业务水平了 然后正好新华集团公司 要在海南 海南那时候刚建成要搞旅游 说介绍一个总经理 您又去了 白我就借调我到海南 民间国际旅游公司 组建那些公司 这些您以前知道吗 不知道 没听他说过 除了演戏之外 不落着 不落着 那您哥俩在一起 这个房间里缺点什么 对 我们聊呢 跟孩子们也是 聊就聊演戏 这还是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 海南回来 我要回来之后 那时候 北京青年事业集团公司 那个董事长 说你先别回来 在广州弄个办事处吧 然后呢 就是有什么团 你接待一下 这样的话 就在广东又待了几年 那后来就是 从广州 您又回到北京的吗 回到北京 九八年底 回来之后 就是干嘛钓鱼 好 我有一个师弟 是我干爹的儿子 于雷 于连仲的儿子 原来是沈阳军区的 也是说相儿的 看见我了 跟我说 哎呦 哥你回来了 我说啊 你最近干嘛呢 我说钓鱼 我说 你最近有点什么营生 我说钓鱼 你没别的事干 你就钓鱼啊 我说就是钓鱼 那行了 那明天你帮我个忙的 我说干嘛 明天我接了一个电视剧 完了之后 我另外一个戏又找我 我把头给剃了 我没分 给人演了 让您剃 让我剃去 这样的话 那个戏是李森打的 第一部戏吗 第一部戏 后来我去了 去了之后 李森说 演过戏吗 我说没有 演过电视剧吗 我说没有 我说你们电视剧是什么 不知道 没有你就敢来啊 说的 那您能够说台词吗 我说说台词可以 就给我两页纸台词 三场戏 就这么开始演的 三场戏说的 您先把词背下来吧 背了之后 什么时候背完了之后 您告诉我一声 咱们就拍您的 我们先拍别的 我说好嘞 一个小时以后 我找导演 我说导演 背下来了 背下来了 三场戏的词都背下来了吗 我说都背下来了 我让你全背下来 我说是背下来 背下来一会儿就拍你吧 你在外边等着吧 我就出去了 说一会儿叫我 你真背下来了还是 我说相声呢 对啊 背词 背词 对吧 那时候也年轻 四十来岁 后来完了之后 说走走戏吧 走走戏就是跟着 病人家属演一医生 跟着病人家属 一边走一边 介绍这病情 病情 然后走在办公室 就这么一个过场戏 一边走 扑着鬼拍我 拍完这一条之后 走完这几条之后 李森问我 你演过戏没 没演过 没演过电视剧 我说真没演过 我说不对啊 你原来是干什么的 我说我原来是搞旅游的 搞旅游以前呢 我说说相声呢 那行了 就一下给导演留下了 深刻印象 这位导演那也特别合上 说明你戏演的没留下 拍完这场戏之后 我跟我那师弟就到了怀柔 怀柔之后 他签合同去 签合同拿定金 因为 导演就又找你了 没有 那给他签合同的制片主任 老蔡 就学慕我 你是演员吗 我说不是 你能演戏吗 我说我刚 刚演完 刚陪他演完三场戏 那行 那我们这儿 一个角色 正发愁呢 下雨 演下雨的舅舅 豪丁奇谈 要找那脸型像的 真有点像 你别说 有点像 你除了比下雨 长得吓人 真像下雨 好了 完了之后 签合同 签完合同说 给我 我说他还给钱呢 我还认为 就是我给你们演戏 我得给人家钱呢 他给钱呢 他说 他肯定是要给钱 我说 我刚才我演的三场戏 给钱了 别电人那三场戏了 因为师兄弟吧 是的 接下来呢 让我们来和张颖 留下红毛药酒的 温暖时刻 好嘞 谢谢 谢谢大力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